涉嫌虐死詹姓高中生的日月民工案 彰化地檢署癥結 依傷害致死、妨害自由和強制等罪 將日月民工創辦人陳巧民 以及死者的母親黃芬雀等8人提起公訴 被告黃芬雀為被害人之母親 惡人情感深厚並且相依為命 然而基於長期對被告陳巧民之信任及敬畏 而誤信陳巧民之指示 導致被害人不幸死亡 且與案發後受被告陳巧民之壓力 獨自承擔全部責任承達6個月 為事後公出本案實情 有助真相發現 疫情法院兩處適當之行度 檢察官認為日月民工的負責人陳巧民主導這一切 許愛蓁、劉祥毅等其他5人涉案程度很高 但是在偵查中否認犯刑 公辭避重就輕、求處重刑 陳巧民等人恐將面臨無奇徒刑 詹姓高中生的姐姐說 這些人比野蠻人還野蠻 最該被重判的就是陳巧民 得知他遭到起訴感到很安慰 直接消沖判,劉祥毅等下 我們來為何見到達 雲 可 或許 Редактор субтитров А.Семкин Корректор А.Егорова